Hello, 大家好, 歡迎回來收睇我的頻道, 我是雲中龍 我們今天回到國際版龍珠 有一樣東西宣佈這隻龍珠終於達到全球一億下載突破 太強了, 有沒有一隻遊戲可以達到一億下載 真的很厲害, 不是開玩笑 龍珠這遊戲, 龍珠這套東西真的很多人都喜歡 出了這隻遊戲真的厲害 一億下載突破, 一定有慶祝活動 我們馬上看看國際版有什麼新的活動 第一項, 登入後會送食物給大家 第二項, 一次過送三十顆龍珠給大家 這個我已經收了, 等待遲下抽卡 第三項, 買龍珠有儲存 如果大家想買龍珠就有機會 第四項, 都頗好 有三次機會抽卡, 一定會獲得一張SSR 但在這刻出這東西, 就有點尷尬 為什麼呢, 原因在下方, 大家一起來看 第二項, 和One Piece 被捕尋寒 一個合作活動, 將會合作活動 究竟會怎樣呢, 這個我還想等 因為上次在日版出這個合作活動 那時候我錯過了, 我沒有玩到 不知道會不會打到卡 會打明哥的, 但不知道會不會打到這張卡 留意一下, 我不知道會不會出幾天 這個超級正, 超級正, 超級比古羅 終於進入到新次世代 所謂新次世代, 即是說 所謂新次世代就是這些, 就是 會傳那一隊的攻擊力, 防禦力和HP 加70% 以及加3技力 未止, 而且每一張次世代卡都有一個特別的技能 而這張超級比古羅就是一張新次世代 其中一張新次世代卡, 就是屬性 它的隱藏技能就是, 會有反插 人家用普通攻擊打你, 擋住之餘 一定會擋住 好像黃金飛, 一定吃光 扣好少, 然後一下子插回 必殺技能擋不到, 但普通攻擊是擋住的 變成一張攻擊力, 攻擊, 防守 還有一張Leader的超級攻擊卡 這張我一日版, 很想要, 但抽不到 在國際版出了, 我接下來有石頭 我會拼一拼, 看看能否拼得到 有新卡抽, 當然有新的超級戰 就是這個超級比古羅 要打他 要大家準備好你們的新超級戰卡牌 因為他的技能就是 要用超級戰的連索技能 才可以破解他的金鐘罩 大家如果想知道如何打 可以去入版看看我怎樣打 這隻超級比古羅 同一時間, 也會有 另一張新次世代卡抽 就是這張體屬性的布洛利 布洛利會多一張體屬性 變相會體屬性的HP, 攻擊力, 防熱力加70% 以及體屬性的卡牌, 全部加氣力3 布洛利的技能就是會連環進攻 每一下, 如果前後攻擊力, 就會連擊4 接下來有兩張新的次世代卡抽 格比達又復刻 沒有什麼特別的 格比達復刻, 其實已經進入新次世代 格比達來說已經是暗現失色 因為呢 接下來的超級戰, 我個人覺得格比達出場的機會的確是少了很多 接下來 重視上新次世代卡, 別管了 星龍劑, 這些都復的啦 肯定我真的坐在那裡都傻了 第十一屆天下舞蹈大會 第十一屆天下舞蹈大會 我現在去到第二階段 要醒覺到這隻L.R.悟空, 要777個襟章 超誇張 大家一定要用超級戰的卡去打 這個, 遲下就再出 OK, 接著就是蜜蜂波波 殺彈像 威酸人 OK, 接下來都幾多東西玩 這個, 先看看 這是什麼來的? Discount指定 OK 原來One Piece是明天的 明天下午2點到... 至到幾點 至到星期四 回來了 原來One Piece 原來是明天已經出 所以明天我應該會打下去 會出一條影片專門 For One Piece 這個合作活動 而超誇張 下個星期三 OK, 行 就是這樣 今天很純粹一條 講一講一講 一周年在國際版的 一些慶祝活動 給大家看看 接下來 國際版終於進入 這個新次世代 大家 開始回來了 超級戰 好, 大家一起去玩 喜歡這影片 記得按讚我 記得最緊要是訂閱我 下次回來 應該是玩 One Piece的合作活動 記得 不要留意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 今天收看 再見 拜拜